马杜 马杜 怎么样了 好生奇怪 领千金和宋云儿 都没在屋里 杨秋迟也没了 没在 怎么会 经杂架反复查验 这窗户上 应该是内力深厚的高手 从里边震碎的 高手 乖了 玉副大人 好生奇怪啊 此事讲来如此的隐蔽 为何会有奖机高手前来放火 莫不是他姓杨的乡子 就是顶级高手 不议 让我去塑埃脱离保护 然后再放火 好让大虎稳定证据 什么什么顶级高手 什么杨秋迟作案的 乱七八糟的 对 这不可能 你闭嘴 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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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贤弟 你在这儿 杨秋迟 队长 我闺女哪儿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还总当不过 给我拿下 还有她 拿下 拿下 云儿他们 定然已经烧成灰了 闭嘴 有没有 我认识 你能够了 你不得了 我认识 你不得了 这些东西 也不得了 我认识 你得了 你不得了 我认识 雅 你得了 我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有我的世界 在我的世界 我的父母健在 我拥有另外一种人生 后来 后来我死了一次 再后来 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 你是在说投胎 是 也不是 我自己也不明白 总之 我就是希望鱼儿也会像我一样 这样他就会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毕竟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他不会死的 只要不死就好 秋迟 你放心 鱼儿在天之灵 定然会听到你这番心声的 别说了 我根本就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厉害 我以前也是高估了我自己 我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能改变一切 我错了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屌丝 我以前是我现在是以后也是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秋迟 兄弟 对不起 我想我今天晚上出不去了 我救不了你 对不起 秋迟 虽然你说的话 鲁某不甚明了 但是我敢相信 鱼儿在天之灵定然不会怪罪于你 这些日子当中 其实 我要感谢你 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不过 你所说的科学 在龙某看来并不科学 但是我愿意跟从与你 一块儿去求知 一块儿去共同进步 队长 话虽如此 龙某身负冤暗 本来想在 这暗无天日的耗子洞里 了却此生 苟延残喘罢了 是队长你 让我看到了希望 共同经历了这番奇遇 得到了片刻的自由 真是一件快事大事 能与你相识 淡淡相照 生死与共 实事无憾 云儿 不会孤单的 没准 咱哥俩一块儿 马上就能见到他 救泉之下 我们还能够与他重逢 你也怎么搞的